欢迎收看鬼谷仙师五路财神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到七月 到十一月十七日 好 我們謝平安 齊安法會壇上的 列祖列宗朱祖靈 輸王法界三界萬靈眾等 好 我們繼續為各位來講解 鬼谷先師五路財神經 啊 為什麼名為鬼谷先師五路財神經 陰陽日月最常生 可惜天理難分明 若有真聖鬼谷族 一出天下定太平 真聖鬼谷族 就是自己的那一顆心 智慧的心 當你覺悟了 一出天下定太平 啊 你就是自己的人生 就會自己成就 一出 莊嚴的唯心淨土 那你的人生就太平了 所以名為鬼谷先師五路財神經 五路財神 是我們人的東西南北 東 西 南 北 合起來中 的五路財神 這是非常重要的基本理念 和智慧 以前幾節我們都講過了 啊 現在這一節繼續為各位來講解 如何做到 我們人人 四月平安家家夫婦平安 啊 就是要先從 祭祀祖族領開始 食堂在 上一節我們 講到祭祀中華民族 一萬五千六百萬 御祀祟祖 爺祖祖 九百萬 一十夕位天祖帝王 朱ờiлен當 讲到日本 在我们中国与大陆 本来是一家亲 中国与韩国 也都是一家亲 那么为什么 日本天皇 会那么的贪心没有智慧 来打中国 然而自己就被天灭掉 财典就灭掉 还好及时还行忏悔 投降 到现在来 有整整的七十年 七十一年 台湾光复 这都是在起诉我们人类 当我们的贪春痴 发动各种战争 发动各种不足手段 伤害他人的生命 并没有达到和平的 希望和本愿 当时日本糊涂 八年打中国 杀死了那么多人 也都是自己一家人 到最后来差一点被全部灭掉 天珠地灭 还没参悔 这种很可怜的 这都在警告我们所有人类 这样并没有代表 你就能占领到得到多少的钱财 多少的财产 所以王产老祖开示我们 要用鬼古文化 以和平达到和平的方式 才能真正的和平 就是要用爱心 智慧 包容 理智 大爱 吃杯洗手 这样来相互的对待 才能达到世界的永国平 所以从历史以来 3762次大小战争 哪一次的战争有带来经济的繁荣 带来受贿的繁荣 以暴 只暴 以战 只战 并没有真正达到永远永远 和谐的目标 这也在告诉我们人类未来 应该要有宗教家的包容 佛的包容 上帝的包容 圣神的包容 那你本身 在任何一个时代 你就能够 自我成就一位财神 即是五路财神啊 日本 差点背面了 这也是天意 这个天意非常非常的明显 以后有机会我会过来讲解 当时日本为什么 会被美国 两个原子弹炸 差点灭楼 因为日本违背了徐福真人 地带天皇的交代 因为日本与中国是同一个祖先的 已经有交代了未来的发达了 不能回去打中国 就是打中国 会遭到天诛地灭 结果差点灭掉了 这在告诉我们人类 我们要资恩赶恩赶恩和报恩 而不是报仇 要报恩 也要 这即是我们 做人处处事业成功的 部落法门 可惜现在社会上 人类 往往都会对 提拔你的人 到最后来报复 各种手段来报复 来伤害 不是报恩 而是报复 而不知恩 而是忘恩 互役 这都非常不好的 做是一个人 你要成功 做人的基本条件 一定要知恩感恩报恩 即使提拔你的人 到最后怎么样 那是他的事 而第一口的恩 是永远永远的 恩 有时释迦摩尼佛出家修行 到最后 才点二十 在半路上 一个牧羊女 是上天派下来的天女 知道她有个劫难 然后用牧羊女的奶 把她救起来了 所以四条牧羊女 把这条命被 虽然一口奶 救起来了 她就 知恩感恩和报恩 将一生的 岁月 奉献在 洪华 利生 普渡群生 而开示了八正道 物流之后 开示了八正道 来报答 这一位牧羊女 这一位牧羊女 所以 汪灿老鼠出真 告诉我们要学习 知恩感恩报恩的人 你才会成功 所以 世间的一切万华 除了在启示我们 我们身为有机会长到权的人 你一定要以 全民的利益为利益 你不要把 全民带上 乞丐的路径 不要带人民 去做乞丐 去当炮灰 这个都是不慈悲 怕的人的 错误思想 想要占了一时的天主帝王总统的位 若是没有大爱的心 慈悲的心的智慧的时候 哪有可能啊 做一件人生的好事呢 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所有的普天下的众生们 眼睛要张亮 要有智慧 无论你要领导人 或是被领导 都要用爱心 慈悲 而人民的 进步 思想的进步 智慈悲的进步 事业的进步 才是真正的民主的进步 做出我们有空有这个名字 名相 利用这个名相来作为斗争 作为相互 伤害 这种都不够资格来领导人民 所以历史五千年来 发生三千七百六十二次大小战争 中华民族 三七六二次大小战争 往时 军民主任领 集地球世界 八百一十六次大小战争 往时军民主任领 这些都是给我们在教育 看一看哪一次的战争 都带给人民幸福 没有 无论是主战 备战的 国度到最后来都非常的悲惨 民不聊生 所以鬼谷先是王产老祖 开述我们 我们来到世界 任何一个时代 我们的天命 如何将你生生生世世 所修来的福报 福分 来分享给你国度的人民 这才是民主 以民为主 结果 五千年来都搞错了 都自认自己是人民的为主 都自认自己是人民的为主 不是人民是我们的主 才造成那么多的劫难 我们来世间上不是来当炮灰 也不是来世间造恶业的 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觉醒 若是不觉醒的话 任你当下有什么权位 什么权贵 也都虚放 过眼淫淫 三寸七在 瞧走百里路径 耍片你的花样 到这来 三寸七段 两手放下来 还是空 也没有带走任何你的片花 这都是人类应该 值得深思 所以过去的三千七百六十二是大小战争 八百一十六是大小战争 这都是在提醒我们如何 来反省忏悔 不要再发生了 如何来做一位 天下昌生的主人呢 就是要有诸位 要有爱心和慈悲心 所以欣逢 当今的六月 六月十九日 在云梦山的祈祷 两岸的和平 到了国立的十一月七日 两岸的领导者 原来又碰着拳头 到了握手 而这个集市 上天的慈悲 关怀 上天的大神 近日 领导者的 心中都已经天人合一了 天人合一了 如何来推动未来的 两岸 不要的和平是永恒的 如果让这个和平 到达一万年 就有如我们所说的 无妄万岁万万岁 这样的话 我们的世间的经济才会和谐 我们每个人才有成就的一天 在这里在山的提醒 我们所有维心圣教的维心贤士 我们要例行 山主文化 宣传皇帝人文出足 相亲相福 要有爱 神龙元帝 一龙出足 养贤续才 酒离赤油地足 工业十足 是李仙下士 三位老祖宗都侯老为一 就是中华民主未来 千秋万事 永远和平的光明天来 这也是 让我们中华民主未来千秋万事 足足生生无路多少亿 几十亿的人民 心安 和谐 三个人都是财神的化身 化身已胜身了啦 这集是王产老祖所开示的 白骨仙师 五路财神经 那我们 要成就这一些 妙化 除了 以中华文化道童 山主文化 相亲相福 养贤续才 李贤下士之外 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要一个天心 人人只有一个天心 你的天心 找到天心 就是大爱的时候 你的事业就成就了 我们的受费就和谐了 那时候即是真正的五路财神 东西南北中 生活安定 民生问题 没有问题 而人心 更次的和谐 那才是 真正的五路财神 的化身 所以五路财神经 就告诉我们 如何修 练头怎么样 才能到达 各自成就 成圣成贤成佛 最富有的人生的一条路 叫做五路财神经 阿拉伯成就五路财神经 你一定要理尽鬼谷先师 你一定要修鬼谷先师的一切万法 中华文化道童 一经风水和宗教 百家思想荣为一如 五路财神经 你才能真正达到 五路财神 吉孙吉佛 吉孙吉神 吉圣 阿拉伯上圣心怀呀 祝福各位 中天我我我我我从前 我在斩骨啊 生啊增强 表弹人心胜爱 光滴世界流浮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